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中国的减速带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但是面对这些奇葩或者很难及时发现的减速带 每次经过时内的咔哒一声 都让车主们的心也咯噔一下吧 如果提前知道减速带 相信车主们可能会提前减速 那么伤害就会降低 但是有些实在是难以发现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各种各样的减速带 在各种各样的减速带中 伤害最大的就是仅用破胎减速带了 仅用破胎减速带 上边的一个个小尖 让人看着就惊心动魄 不过这种减速带是用于拦截犯罪分子的 作为好公民的我们 这种减速带我们是不会经历的 像水泥减速带和钢筋减速带的伤害度都要小一点 水泥减速带很容易让车子挂到底盘 据说不少豪车都得自备毛巾才敢过这种减速带 钢筋减速带是由一条条摩擦系数极大的 螺纹钢筋焊在钢板上组成的 会造成持续性的颠簸 虽然震动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密集极大而且硬度很大 所以长期行驶 轮胎肯定会受到伤害 矩阵减速带和普通减速带 这些的伤害值都更小了 普通的减速带就是颠一下还好 但是矩形减速带就是连续颠簸了 对车子也会造成不小的伤害 那还比之前说的那几种要好很多呢 折叠式减速带由于是橡胶做成的 所以开过去也没啥大问题 3D立体减速带呢 伤害度为零 就是化的游击 所以根本不会造成伤害 减速带的设立都是为了保障 司机和行人的安全出行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司机遵守交通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